壽司是日本傳統美食 有藝術家就把白白的米飯 變成彩色的 然後捲成各種藝術品 像是比卡索的知名作品 朵拉與小貓 還有富士山忍者的圖案 藝術家說 在日本家家戶戶都可以看到 壽司材料 希望用這種傳統食材 呈現不一樣的藝術趣味 一卷壽司放在餐桌上 切開來看 裡面的圖案 竟是比卡索 一九四一年的作品 朵拉與小貓 日本藝術家龍士清田 把壽司結合創作 重新拼出世界名畫 以及各種有趣的圖案 日本人的話 我沒有飯和糊塗 所以我沒有飯 我也是一人暮らし 所以我心想 可以做到這製作 所以我開始了 藝術家先把米染上各種食用色素 接著用紫菜區分出各種形狀 再捲成壽司 他說目前已經創造出200多種不同的樣式 而且還開班授課 帶大家一起捲壽司 忍者 富士山 日本婦女 每一個捲壽司的圖案都象徵 跟日本的傳統文化 學生說這不像是製作食物 更像是創作出一件可以吃的藝術品 沒有影響力 不只能看得到 相對於各種類似的 薪寿司的作品 可以感受到 所以這製作也有各種類似的事 作為 藝術家將傳統美食結合藝術品 創造出不同的趣味性